来自蒙古族的选手终于迎来复仇之战 在上一期他的哥哥被对手打到面目全非 而他作为这个量级的冠军戒指拥有者 势必不会放过对手 他能否复成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棍兽之战 我是你们最亲眼的老棍 今天带来俄罗斯图手拳击比赛 托布托的系列 废话已经说了一大堆了 让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现场 Let's go 好的 来看一下今天的现场 今天现场的话 是比较偏绿色 他们每一个系列的话 每一季的色调都是不一样的 只剩穿了一个粉红色的小背心 来看一下第一位登场的黑方选手 尼古拉杰列霍夫 Fat系列蓝 Fat系列馬 不是我不想给大家跳过他们这个进场 确实我觉得他们这个进场是非常帅气的 而且音乐也好听 还有尼古拉他的女朋友 这个美女 依旧是代表自己的女朋友上阵 尼古拉身高1米67体重59.2公斤 年龄25岁 臂长1米75战绩为四胜三腹 主要是练习拳击的 这位选手的话怎么说呢 他的技术只能算是中等 这位选手主要是比较偏爆发型的 上场比赛是对阵的蒙古族选手萨满 直接是将萨满打到了TKO 打到面目全非 可以说那场比赛是相当精彩的 如果没有看过的老货的话 可以再往前面翻一翻 工作员已经涂上凡士林 凡士林的作用就是降低全腿比肥的摩擦 减少伤害 这个弹跳不去打篮球的话 有点可惜了 尼古拉身上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叫肌肉贴吧 防止肌肉拉伤的 尼古拉的个子还是比较挨着的 身高1米67臂长的 但是臂长的话是打到了1米75啊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咱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位登场的白方选手 成吉思汗撒尔比尼 萨尼身高1米68体重58.7公斤 年年24岁 臂长1米70 占据为五胜领腹 主要也是练习群技的 可以看到萨尔眼神中已经是充满了杀气啊 不管是鱼公一丝 他这场比赛必须得拿下 鱼公的话是 捍卫自己的戒指 鱼公的话就是要为他自己的哥哥复仇 萨尔戴这个帽子的话 感觉有点像是小英初上那个帽子啊 还戴了一串佛珠 那萨尔的话我就不用过多的介绍吧 老伙姐们应该知道的 他的比赛都是非常精彩的 可以说是 全权都有非常的暴力 而且他的打法也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他这个帽子的话 跟小英戴的帽子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小英那个帽子好像就是一圈白色的绒毛毛的 但是他的话 头顶还有后面有一个 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取向自己的佛珠 祈祷这场比赛能够成功复仇 并且能够捍卫自己的戒指 那么双方选手都已经进入到比赛列台 稍等平刻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场比赛依旧是徒手拳击比赛 不能用手 不用手 允许选手张开手转排机 允许选手 总共有五回合 每回合剩两分钟 选择被记得和布鲁木达 有十秒都独秒实践 因为是戒指之争 所以的话是五回合 一般的比赛的话只有三回合 在比赛开始之前 咱们还是投个票 一代表萨尔 二代表尼古拉 把你们支持的选手 打在评论区狗狗狗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反正我个人对这场比赛 是非常期待的 而且很多老伙计都在私信问我 这场比赛有没有打 这不一打我就给大家更新了 希望老伙计们给老坤加一个鸡腿 好比赛这边已经开始了 尼古拉这边一上来 打得非常凶啊 这边连续的输出 不过萨尔表现得非常淡定 左边的大摆拳 并没有进入萨尔 一个闪避躲过了 好的漂亮 萨尔这边打了一拳 然后又往后面退 一改往日的风格 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跟对手硬钢 好的漂亮 尼古拉这边抓住机会 打了一套小连招 没有跟尼古拉正面硬钢啊 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打法 在这一点的话 他比他哥哥聪明多了 是有自己的节奏在里面 而他的哥哥就比较毛泽一点 连续的点刺 再拉开距离 可以看到尼古拉 左边的拳骨上 已经是肿起来了 比赛一分钟不到 右手外圈 在这个肌腹 萨尔打得非常灵动啊 他这个脚步的话 非常的舒服 好的漂亮 右手的后直有击中 萨尔 上方继续的换血 这一上来 节奏是非常快的 可以看到萨尔是一个传统的政家 而尼古拉的话是一个反家 老的漂亮 感觉第一回合尼古拉打得有点急躁了 再继续的换回政家 手的护去掉了 好像是尼古拉的 别看萨尔这个进攻 没有尼古拉那么强烈啊 但是他的命中率非常高的 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甲冬的虚晃 我这个闪避就直接点满了 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刚刚最后一拳的话是有击中萨尔了 好双方的话稍作休息 从第一回合双方的表现来说的话 我觉得尼古拉打得可能有点急躁了 他可能想要在第一回合站稳脚跟 但是萨尔这边打得非常灵动啊 进可攻退可守 而且他的命中率确实比尼古拉高得多啊 就看双方后面的表现啊 毕竟这才第一回合 后面还有四回合 尼古拉还是需要再稳一点 好的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记得一键三连 你们的鼓励再是我最大的动作 我想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 谢谢 卧带 rod 正宣众 卧带 �廷 安 明 つ 接着就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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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cy製 或不可有様子 好 今后短暂的休息 让我们迅速来到比赛第二回合 尼古拉脸上已经是开始流血了 就直接把自己的呼吸给抖掉了 尼古拉这种身材的话 是比较偏爆发型的 如果是打持久仗 我还是比较偏向萨尔的 他的耐力 还有抗击打 还有韧性 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 这边左手的后摆 是有击中萨尔 这边 萨尔被连续的击中了 而且得小心点 漂亮 这边一个换拳 明显萨尔的拳更加重 而这只打得更加准 这边抓住机会 连续的后摆 尼古拉再进行一波防守 看下能不能缓过来 这个丫头的话就有点犯规了 这一波的话就明显能够体现出来 萨尔他的敏锐性更加的强 刚刚双方几乎是同时的出拳了 但是萨尔打的是更加精准的 险些是将尼古拉接到 尼古拉继续的往前压 他的臂展是占优势的 但是在距离控制这块的话 萨尔是比他更强的 尼古拉这边被打得有点惨 嘴里面已经嘴角和鼻子 已经开始出血了 萨尔也不期 继续换血 萨尔反向压制 这场比赛感觉还是非常精彩的 萨尔这个距离控制确实太舒服了 尼古拉的中远距离打不出来 这一拳的话好像是打到小地了 看一下会不会受影响 稍微休息一下 第二回合比赛还剩30秒钟 萨尔是逐渐的进入到比赛状态 他的节奏 我说实话确实是比尼古拉舒服多了 尼古拉脸上已经是多出挂彩 不知道这场比赛能不能打满五回合 这才第二回合 看来这场比赛 萨尔复仇有望了 我个人感觉的话 好的 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左手的大白并没有击中 萨尔这个闪臂也是非常强的 双方都是练拳击的 所以比赛的话 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公平的 右手的前摆接左手的大白拳 还是最后的几秒钟 最后一拳的话 直接是来了一个右手的后置 击中了尼古拉 好的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选手在稍微休息下 胜利的天平的话 逐渐是往萨尔这边偏移了 刚开始第一回合的话 我觉得双方还好 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双方的一些技术差距 就看后面尼古拉有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了 让我们再来看下第二回合的精彩回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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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重拳的话 好像对萨尔来说 并没有什么起到很好的效果 对他的哥哥散满的话 倒是效果挺明显的 萨尔这个抗击打能力太强了 不得不说啊 那么第三回合开始的话 才是真正的考验尼古拉 毕竟萨尔是这个冠军 技术拥有者 确实是非常有实力的 好的比赛继续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双方第三回合的表现 左边白色护士带萨尔 对见右边黑色护士带的尼古拉 尼古拉进攻方式感觉 有点单一啊 其实说实话 继续换学 这边萨尔的闪避 确实是非常帅的 他虽然受伤也不轻 但是相对的说 比尼古拉要好得多啊 总感觉比赛的节奏在萨尔这边啊 一直牵着尼古拉再走 尼古拉想要尝试 主动进攻打一些效果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 右手的点刺 萨尔双手基本上是放下的 对自己的闪避是非常自信的 这边又是尼古拉的护士调了 你看他这个进退是非常从容的 打的也比较放松 看一下鱼漂亮 右手的后指有击中 看一下萨尔这边有机会啊 直接是将尼古拉顶到了龙边 哎漂亮 尼古拉也是可以的反击 右手的白拳击中了萨尔 漂亮 右手的后指再次击中了尼古拉 我也双方这一波 打得非常精彩的 上个拳 这还是没能将尼古拉击倒 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还有两回合啊 这个对于尼古拉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第三回合比赛还剩最后的十秒钟 双方继续地换血 向萨尔的左眼受伤了 哇 强势地换血啊 Holy shit 双方已经是血热模糊了 好的 第三回合比赛结束 宣传在稍微休息 那么第三回合的话 尼古拉其实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 但是总感觉还是 有点被牵着鼻子在走啊 整体的节奏还是比较偏向于萨尔的 第三回合萨尔占有一些些小小的优势 在我看来的话 第二回合的话 萨尔的优势比较明显 第一回合双方算势均利力吧 反正总的局势来说的话 对尼古拉并不是非常的友好 就看他后面的发挥了 还有战术的执行 上座休息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回合的精彩回放 中文字幕提供 接一下 24月 那么第三盒打完之后 双方这个技术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了 总感觉尼古拉他这个防反是打不出来 感觉要慢了萨尔两排吧 每次萨尔主动进攻之后 然后基本上尼古拉是打不到的 其他方面都不谈 就防反这一块双方这个差距就挺大的 比赛马上来到了第四回合 尼古拉脸上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有点像是上一场比赛 在萨马 不过萨尔这边我感觉受伤也不轻的 已经是中了多几重拳 好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来到比赛第四回合 这边想些自己失去中心倒地 在一个换拳之后 做是把墙壁没有击中 被萨尔是躲过了 进身的一记右手的前摆 尼古拉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摇闪 都是双手格挡 萨尔这边对自己的闪避是非常自信的 第四回合开始 萨尔这边是打得更加的强势了 我总感觉尼古拉斯要撞得多 他这个上半身比萨尔不知道撞得多少 右手的前摆两记 打完之后迅速往后面退啊 拉开距离 这边是谁的护士掉了 萨尔的不是萨尔 尼古拉斯的护士掉了 多次掉护士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体能已经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这种高强度的对抗 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上下结合连续的击打 走出点刺 右手摆拳 继续换水 这边一套小连招 再次将尼古拉的护士打掉了 所以我说这个如果是打持久战的话 尼古拉斯非常悬的 右手的后置 打完后一个下枪 尼古拉根本打不到啊 还有最后几秒钟第四回合 尼古拉第四回合开始已经是打得比较消极了 这边连续的进攻都是摸不到萨尔的 好的第四回合比赛结束 选择再稍微休息一下 反正在我看来的话 尼古拉这场比赛是 非常的危险啊 就看他第五回合有没有决定翻盘的机会啊 前面的话 我觉得他顶多就赢一局 其他三局 基本上是没什么戏的 那么萨尔的话 只要稳扎稳打 最后一回合不被KO 应该拿下比赛问题不大的 明显萨尔的技术 要比他的哥哥要全面的多啊 不管是进攻防守 脚步 还有闪避 防反 都要比他哥哥要好一点 只是他哥哥 这种打法比较暴躁而已 双方受伤都是比较严重的 只是萨尔看不太出来啊 受伤要比尼古拉好得多 虽然这场比赛比较长啊 大师比赛确实是非常精彩的 对吧 老伙计们 在不点凡事里 等待第五回合的开始 好的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回合的精彩回放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 你们的鼓励才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 一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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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现在由于体量的消耗 感觉尼古拉的动作已经是开始慢了 前手打不出力量 不足以KO萨尔 后手的话又被萨尔抖过 所以这场比赛最后 我觉得他可以 豁出去的 直接打晋升 反正找机会吧 赢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还不如豁出去 看一下第五盒双回点线 右手的后直 并没有击中 萨尔一个下险直接是躲过了 再来一套小连招 依旧是美能击正下右手的摆圈 这边是有击中的 连续的摆圈 萨尔机辅尝试进攻下路 舰白 这边右手的摆拳还击 双方一个波换拳 这两拨萨尔的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 但是还是要慢一拍啊 你看 萨尔打完之后 他基本上是摸不到萨尔的 建筑机后手 左手的前摆 击中 再来一个前摆击中 萨尔的后手还击 并没有击中 体能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完全是被萨尔放风筝 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 最后一回合 再来一个后手 这边反应明显 萨尔是要快得多 故事再次掉了 再掉的话 这个得扣分 左手前摆 干预无为优势的后摆 连续的击中尼古拉 这边再来一个前摆的右摆 击中尼古拉 双方精神的周波 尼古拉现在有点像是 被带走的羔羊了 那萨尔完全没办法 你看萨尔现在是 还是生龙虎虎 打得非常强势 眼神是充满了杀气 迪古拉在全力的防守 护士再次掉了 比赛还剩最后的几秒钟 萨尔发起了最后一步进攻 迪古拉毫无办法 只能往后面退 我去 他最后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 还手机的 好的 整场比赛结束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 不用我说吧 谁赢神赋 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 虽然这场比赛 没有KO的情况 但是却是打得非常精彩的 从技术上来说 萨尔是 可以说是有点碾牙的感觉 但是他的拳的话 也不足以将尼古拉KO 他的拳是没有 尼古拉那么重的 咱们不得不说 双方这个抗击能力 都是非常强悍的 尼古拉过去主动 找萨尔握手 这一季握手 险些将萨尔KO了 可能是手臂这边有受伤 上座休息 等待最后的结果 确实手臂应该是受伤了 咱们还是得佩服一下尼古拉 因为他这场比赛的话 他战绩不足以挑战冠军 但是可能 主办方为了噱头吧 萨尔是为他哥哥副手 所以尼古拉的压力非常大的 好的 让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比赛的精彩回放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一见三连 你们的鼓励赛车 我最大的动作 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个精彩视频 谢谢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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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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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